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讲到学佛三药的第32页第二段 可能我们有时候要飞快地飞过去了 时间实在是有限的 我想透过我们的图解 画了一些图 我相信是不是对我们生命的流转有一些帮助 就像我们这段就讲到说 三世的生命流一般不容易接受 就是因为过于信任五官的经验事实 一切都要眼耳鼻舌身所能够触碰得到的 会倾向于唯物论的观点 那这样子是不是反而受到的局限 就算我们有第六意识的记忆能力 但是我们的这种记忆能力 都还只是记忆到这一辈子的事而已 要去探索到过去事乃至要流转到未来事 是不是都要透过第七八两事深沉的观照才可能 才有可能 所以在33页第二段这里也讲到 凡事存在是离不了什么 时间的特性 生命也是如此的 物质离不了三世 心事与生命的存在也同样贯彻着三世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画这样子的一个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是透过树线的方式 就是因为它本身其实都带着什么 时间性 在当下叫做什么 现在 现在之前叫过去 现在之后叫做什么 未来 所以呢在倒数第三行就讲到说 如果我们失去了时间的特性 也等于否定了什么 生命的存在 对不对 我们的生命几乎是依着时间而来的 依着时间的特性而来 我们说我们已经几岁了 是不是它还是一个时间性啊 一个人活到几岁 那么它还是一个什么 时间的特性嘛 所以呢 这是不容许 不容许否认 所以这也说生命它本来就是现实的存在 是不容许我们轻易的去否认它 不然怎么 怎么能够没有过去跟未来 并不是只有现在 虽然这个现在它本身有很大的弹性 我们可以说现在是 现在的这一刹那 也可以说是现在这一分钟 或者现在这一小时 或者现在这一天 对不对 乃至现在这一年 甚至我们现在一辈子 可不可以这么说啊 这个现在都是可以去 透过因缘的关系 而去定义出现在来 但是现在没有绝对的现在 只是在现在之前叫做过去 在现在之后叫做什么 叫做未来 它是含有什么时间的特性的 所以在33页 最后一段 最后这一行也是 它说因果在世俗地当中呢 是一切所 是一般所公认的 因果 比方说在农业上 是不是也要讲因果啊 种什么种子得什么果实嘛 对不对 在科学实验上 是不是也是讲因果啊 拿了多少元素去做化学实验变化 之后是不是也得出一个结果来啊 如是耕耘呢 其实就会如是的收获 那只是呢 往往这件事情 到底多久以后才看得到结果 那就不一定了 对不对 有时候时间需要比较长久一些 所以呢 在34页 如果做了一件事情 或者说了一些什么话 有时候也是会引起什么 或大或小的 或是或非的影响力 有没有 人我是非 人云亦云 某些话语出现 是不是也会影响 都会有所影响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善恶的念头 的心念 一旦种到我们的第八意识 奥赖也事里头 它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未来有影响 这也是必然的 也都是会有影响 所以呢 这一讲到说 最重要的是影响了自己 对旁边的人呢 说实在只是附带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很在意 比方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都非常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然后我们是不是会发现说 其实别人也在在意他 人家对他的看法 我们最在意的是不是自己的看法 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注意点都不一样 不会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我们一个人身上 除非我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以一般人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都各注意各自己的部分 所以我以前也会觉得说 没有学佛之前 我会觉得活得不自在 因为我们都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别人的评语 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那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非常在意自己的关系 其实每一个人都跟我们的情况是一样 谁又管得了谁啊 其实最好还是自己管好自己吧 是不是 外在的评语啦 或者这个融入 这些其实呢 都还是属于外境 对不对 也不用因为人家的赞叹 我们高兴了半天 也不用因为人家的毁谤 我们难过了半天 那这样我们不是就活得很不自在吗 而应该我们自己要去判断 这件事情是对是错 那如何的去判断对错呢 那么以佛法呢 就告诉我们说是如法还是不如法的问题 对不对 那什么叫如法不如法 就是合不合乎这个正法 什么叫正法呢 就是真理法则 合不合乎真理法则是最重要的 但我们不可能样样都是能够那么样子的合乎 但是起码我们要倾向 对不对 而不是在 因为我们越是自我执着深切的人 其实离真理法则越遥远 那什么叫真理法则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因缘 其实就是所谓的因缘法 其实就是所谓的因缘法 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一套 佛陀之所以能够圆满 至高圆满的成佛 说实在也是有他的一个什么心路历程 佛陀一样从凡夫众生一路这样子走来嘛 那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透过什么因缘法的体悟 不只是他能够解脱他自己 他还让所有的众生只要循着他这样的心路历程 人人都可以解脱啊 人人都可以去体会真理法则的 所以这些呢 我们越是理解真理法则的话 其实越有智慧 越能够如法如律的来生活 乃至建立我们的人生观 这才是更重要的 那我们也才活得自在 而不是样样都一定要看着别人 不是把自己的那种情绪交给别人去管理 而应该是管理自己的情绪啊 对不对 我们应该管理的是自己的情绪 如何的管理情绪 那么就是越是如法 我们其实越好管理 越不如法呢 就是越杂乱无章的话 其实我们越难管理自己啊 所以必须要调理自己 让我们的这种思想上 要与真理能够相应 要越来越与真理相应的时候 我们的语言文字 乃至于行为举止 是不是也会受到我们意业上的思想啊 的影响 对不对 因为我们由意业来领导我们的深业跟口业 在思想上越是合乎真理法则 越是如法的话 其实我们越不在乎外在的状况 因为外在的这个也只不过只是一些现象而已啊 所有的一切现象都如过眼云烟啊 没有一切现象是可以永恒不动停顿在那里 对不对 都会怎样稍纵即逝啊 就算至高的这种赞赏也是如此 那么这个跌到谷底的那种毁谤也是如此 它会不会成为过去啊 一样会的 一样都会 所以我们不必为那些儿跟着在那边祈福 所以我们说我们应该统一着我们的身心 而不是被身心来统一啊 是不是 我们应该由心来转静 而不是由静来转心 那这些呢 也往往我们为什么能够心来转静 是因为我们内心呢 理解了佛法 理解了真理法则的缘故 所以要理解真理法则呢 首先就是要对生命的这个流转 要有很深切的认知才可能 所以生命的延续 在35页 生命的延续呢 从前生到后世的观念 那么这些呢 都要好好的来反省啊 所以我们这里也讲到说 一个病重的人呢 每天 每每都会不断的去发问 都会想说 这天 天又亮了 我好像又活了 多活了一天 所以他常常问 太阳出来了没有 天黑了没有 所以这些其实也都充满了 对生命的一种爱恋 因为我们真的 最爱的是自己 不仅我们爱我们的这一世 我们还会希望有 这个还有来世 当然 这种如果正向的导 的引导 我们确实有 只是要把它怎样 更正向的来导引 所以呢 这里就讲到说 友情对我们生命的爱恋 是超过一切的 我们都是以自我为出发 然后扩及到自己的儿女 扩及到自己的父母 然后扩及到亲戚朋友 是不是慢慢的扩 慢慢的扩的 那往往都是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呢我们说 透过因缘法呢 还要跳出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 就是一切都关因缘 而不是从自我做出发 所以这里就讲到 生命是一起一起的 不断的开展的 生死未尽呢 那也会无限的延续下去 所以在三十六页 圣贤是不断的进化 一直到成佛 所以前面也讲到这种 天眼的进化原则 有没有 那个都比较是物质上面的进化 物种上面的进化 那我们这里讲的 圣贤上的进化是什么 是精神上的 是心理上的 是对佛法的理解 与那个法越是能够贴切的话呢 在精神上呢 越能够进化 越能够升华提升 因为与法相应的关系 所以这里讲到说 我们要确信 精神与生命的延续 那么来体察 我们很深测的 这种生存的抑郁 那么也就是说 要对三世延续的这种生命观呢 那么这个要深切的去体验 跟接受乃至于实践 因为透过发愿 透过发愿 我们那个愿能不能发得 身而窃呢 是不是也要有三世流转的观念啊 如果我们对未来都还是怀疑的 那我们怎么去发愿说 我愿生生世世去行菩萨道 如果我们对自己都说服不了 其实我们的愿也不可能发得深跟广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这个能不能深入佛法 对三世的这种流转的观念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进入学佛三要的正题之前 导师是不是一再的引导着 我们对生命的这种体会啊 那么第五节讲到说流转者是谁啊 到底是谁呢 那其实呢 在这个倒数第三堂这里就讲 三世流转是成立于什么 无常无我的元器官上面 肯定一切物质 精神 生命都在息息变化 没有丝毫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三世的流转要有一个 恒常不变的一个元素 或者是什么东西 在那边流转不是哦 其实也不过就是 透过原生原灭 原生原灭的过程嘛 是不是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在流转哦 那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一辈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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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多 往这边是不是也无限多啊 如果这是我们的现在 那么我们 这个也不过是我们现在式的什么 原生嘛 之后是不是又原灭 但原生之前是不是也是原灭啊 原灭之前是什么 是原生啊 其实一直透过原生 原灭 然后原生原灭 原生原灭嘛 这个也是原生原灭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没有哪一个是固定不动的 找不到那个固定不动唯一的点 找不到 也没有一个主宰的什么特质 在这当中 没有 尤其我们说 如果再透过维视来看的话 更细的去看它 这里面的每一个因缘是不是也都一直在变啊 我们的起心动念当中也在变 我们的听经文法是不是也都在变呢 随时都在变 随时都在变 所以 这个也都是 就这样原生原灭 原生原灭的 一直不断的这样流转下来 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 所以这个叫做无常无我的什么 原器官 无常无我的原器官 所谓的原器就是包括了什么 原生跟原灭叫做原器法 为什么能够原起 是因为信空的缘故 为什么 什么叫信空呢 其实就是无常无我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是不是都是否定式的符号啊 是不是充满了否定式的符号 所谓否定式的符号 都是在否定什么 单一 不变 主宰的特性 因缘的 组合当中 没有哪一个因缘 是可以单独的存在 可以不变的存在 可以主宰性的存在 没有 所以这个叫做 建立在无常无我的原器官上面 有的人会觉得说 如果信空好像反而建立不起来 那是错了 那才大错特错 就是因为信空的缘故 更能够建立啊 是不是 他才能够很自由自在的 原生原灭 原生原灭嘛 原生出我们这一辈子来 但是我们这一辈子迟早会不会原灭啊 会原灭 但是原灭之后呢 我们的自信旺子还存在 又继续原生 下辈子 下辈子呢 又会原灭掉 然后再原生出下一辈子来嘛 是不是这样 他就不断原生原灭 原生原灭 每次原生原灭的因缘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会原生出不同的什么 根生气界 正报 一报 是不是每辈子都不一样啊 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都具有不同的什么 因缘组合 所以这个叫做 成立于无常无我的原器官上面 是无常无我的 那这个并不是就否定一切啊 我们的否定是否定在单一性 不变性跟什么 主宰性 在现象上我们是不是还是肯定的啊 肯定有这些现象 什么样的现象呢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透过我们的 色生肉体的物质 再加上我们的精神的部分 融融在一起 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 综合体 对不对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心色综合起来的 不是能够拆开来的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息息的变化当中啊 随时随地都在变化 没有哪一丝哪一毫是不变的 样样都在变 起心动念心念也在变 我们的细胞是不是也一直在变啊 外在的这些气世界呢 是不是也在变啊 一直都在变 一直都在变 那这些的它的这种串联起来 其实就是所谓的业力 因为储存在什么 储存在我们的巴拉也是 它储存进去之后 虽然它没有马上发生作用 但是它是不是寒藏着将来 成熟的那种倾向啊 跟动力 它是有动能的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 我们现在起了一个善的心 或者恶的念头 尤其恶的念头以为无所谓 所以我们说 恶以为什么恶小而去为它 是不是 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啊 这个善虽然是很小的善 也很可贵 你只要下了这一份善心善念的话 它将来是不是 会有成熟的那个动能在啊 它会潜伏一段时间 就好像吃了什么药物一样 吃下去不是马上立刻发病 对不对 有的东西是哪 有潜伏期的 要潜伏到一个程度之后 它才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下的种子也是如此的 更是如此的 所以那个就叫做业力 储存在我们的迪宝奥拉也是 所以三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就 佛法的三世延续并非有一个不变的什么主体 没有 一切都在生灭不居当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没有一个不变的主体 过去如果我们没有学佛 我们会觉得灵魂不变 色身在变 我们会不会这样想 我过去也这样想 如果没有佛法的太多的尝试 知识的话 我们会觉得 就是这个灵魂在不变 其实灵魂变不变 变 因为我们的八世随时都在 是不是都在变化当中 随时都在变 并不是说不变的 没有哪一个是不变的东西 找不到的 我们要知道 找不到那个不变的那个点 找不到不变的主体 不过只是原生 原灭原生 原灭的现象 因为信空的缘故 所以千变万化 顺习万变 也因为我们看到 千变万化 顺习万变的外向 我们是不是更确定说 为什么会顺习万变 千变万化 就是因为这些现象的组合的因缘 它没有哪一个因缘 是能够固定不动 能够主宰性的存在 是不是就是那个叉 不能有一个 哪个因缘是很特别的 所有的因缘都非常的平等 所有的因缘都是平等的 所以导师在这里也举了这个政党 一个国家 有在野在朝的党 对不对 这党派 这种政党的轮替 但是它还是一个国家 就好像这个38页讲到一个学校 学校里面人士是不是也会变化 不断的变化 不断变化 虽然它叫做某某学校 但是这个学校其实它也一直随时在变化 因为里面的组成的这些因缘 是不是随时都在变化当中 我们的色身肉体也是如此 虽然这个叫做我 这个我只是一个现象而已 这个现象上面 是不是变的 比方我们上个月见面 跟这个月的见面的我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会老化 是老化的我 但是我们如果很粗糙 不懂佛法 或者我们这个很 这个说好几年不见你都没变 这是很安慰的话 几年不见你都没变 这个我们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个也都很表象上的 因为我们的记忆有限 会觉得大概差不多差不多 大概都没变 但是相片拿起来说 哇 怎么变这么多 因为相片的记忆比较明确 是不是 我们脑袋的记忆不明确 如果这个时候跟你关系不错 我们就说你没变 如果关系不好 我们就说 哦 你有得 变得有得多 有得老 让你听很难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也都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要说它变跟不变 但是我们说变与不变 不是我们嘴巴说了穿 对不对 我们说不变也不是真的不变 那确实是在变 确实都在变 所以第六节呢 我们的整个生命不是个人的 其实是一个什么 生命的光光之网 就是讲到说 佛法一面是肯定五始节以来 就有一切有情众生的延续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从五始节以来就有的 那一面又肯定了这些有情众生怎样 他并没有固定不变跟独存的什么主体 他是不是透过无我无常的什么缘起观 缘起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而在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在变化的 不断的在变化的 所以第二段也讲 一一有情的生命是什么 是无常的 是无我的 那有情跟有情之间会出现什么 生命的共同体 是自他之间的什么 关系因缘 不是个别的 不是个别的 因为我们如果在整个生命共同体里头 我们每一个生命是不是也是都其中的一个因缘 我们只要是其中的一个因缘都不会是固定不变的 能够主宰性的存在 不受别人影响 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因为随时都会受到周边的影响 乃至于我们也受到什么 时间的影响 好不容易透过种种有心的人士 来促成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比方一个佛法的专题好了 那是不是也要原生出这样的一个现象来 但是原生的当下 其实我们又步向圆灭了 是不是分分秒秒一天一天 是不是又步向圆灭 有谁能够去阻挡吗 没有办法 这是没有办法 所以说这些一切的现象都是什么 是无常的 是无我的 而且呢 是一个什么 生命的共同体 那么生命的共同体里头 那么每一个人都像一个蜡烛 都是一个灯光 所以它会结合成什么 非常明亮的光度 所以呢 它也会形成一个什么 一个光光之网 光光之网 所以在这个四十页这个地方 就等于说 这个也就等于是讲到这种人际之间的关系 大家是一个什么 生命的共同体一般 但是呢 这个团体当中呢 它会是往上提升还是往下沉沦 是不是在于每一个人的那个心理的作用 才是最大的一个关键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会讲到说 在第二段 它说 这个 以一般来讲的话 不这样子去理解它 而以为说 是种整个团体外表的 种外而亲内 种整体而亲是个人的话 那么就会陷入什么 非宗教 所以我们透过佛教呢 反而是怎样 是种内在的精神的部分 我们并不是那么样子 重视我们色相的什么 存在问题 而是我们内心的什么 起心动念 是不是更重要啊 整个团体当中 是不是每一个个体都非常重要 我们如何的让一个团体 能够是进步的 是团结的 那是不是要从每一个人做起啊 都会是比较在什么 个人上面 来做出发 而且这个呢 也是我们比较能够使得上力的 所以 我常讲说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 导师也是比喻了什么 一只鸟 有没有 看到森林的大火 那看了怎么办呢 它一只鸟其实是灭不了火 但是呢 它随着这样的因缘 是不是就应该要去救火啊 它个别呢 就跑到河里去怎样 把羽毛沾湿 跑到什么 火灾的现场去 响整条啊 响整条啊 没了 再去去沾 再来响 对不对 它在这响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感动了很多其他的动物啊 它如果没有这样子去响 可能大家反正 这个也 我也 救不了 它也觉得我这个救不了 那我们都袖手旁观好了 那是不是整个森林 全部都找掉了 但是因为有人发心 有都不愿意去发这个心 虽然看起来力量很小 但是会很感动的 对不对 就会感到什么 同怨同行者 共同的去怎样 去救这场火 那结合了很多的人 是不是就有力量啊 所以我们常说 社会很黑暗 我们只有讲 社会黑暗 好像跟我自己都没关系 我们怪的都是总统啊 某某官员啊 怪这个怪那个 全部都怪外在的 其实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啊 对不对 我们力量虽然很小 但是还是可以去做的 社会虽然黑暗 我们本身是可净化的 是可转染成净 那也看我们自己做不做 而去影响周边的人 他的影响层面才会大 所以佛教他本身 他是重视的是个别的 所形成出来的一个什么 团体的力量 那以人来说的话 我们更重视的是我们内心的变化 对不对 起心斗念才会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举止啊 乃至影响到我们的长相呢 对不对 我们心是善良的 长相是不是好得多啊 所以人们说 要结善缘的缘啊 要结善缘的缘啊 结过善缘的人 他到哪都受欢迎 并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人家才欢迎他 不是啊 对不对 如果没有去结这份善缘的话呢 那么还是不受欢迎的 所以还是从我们的内心出发的 所以第七节呢 就讲到生命的爱悦与悲哀 因为呢 三世轮转的过程当中 是无限的因果网络 是大家共同怎样支起来的 这个叫做共业的 是不是我们 共住在 没有共业是不可能共住 我们同样住在台湾这块土地 是不是有台湾的共业啊 同样生活在新竹 又有新竹的共业 是不是 那这些集合起来 就像这个 英国 英国网络啊 英国的网络 大家共业集合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每个 又有每个人的什么 别业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自己所造的这些因缘果报 也得要自己去承受 所以在共业当中有别业 在别业当中又有什么 又有共业 是交织在一起的 所以呢 但是呢 这个生命 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期待 但是呢 却还是有生命的什么 缺陷问题啊 所以在四十一页的最后 这一段就讲 在这又可爱 又讨厌的生命现实 我们是不是很爱恋我们的生命啊 我们会认为生命是可爱的 因为我们爱着他 但是呢 我们有太多的无奈 所以我们会觉得很讨厌 生老病死 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挥之不去啊 所以那怎么办呢 导师也告诉我们这个下手之处啊 第一 就是要怎样 止恶向善 好 因为我们说我们生命 这个到临终的时候 我们说万般带不去 唯有什么 夜随生啊 我们要随着是善业 还恶业的问题 那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是不是起心动念 点点滴滴 我们就要注意到啦 不是到最后才注意说 我要赶紧下善因 那是不是来不及啊 前面已经造太多恶因 怎么办呢 所以当我们有生之年 随时都应该要怎样 止恶向善 好 让我们自我在三世的这个延续当中 趋向于进步的前途 要知道如何的进步 如何的提升 是不是 如何的向上向善 是不是这样子 要知道能够向上向善 所以 第一个 我们真的要知道整个生命流转的问题 的一个生命的真相 再进一步呢 就是要修学佛法 初世法 透过戒定慧三学 对这种不彻底的 充满缺陷的生命啊 要做一番彻底的改造 彻底的来解决苦痛 然后呢 再把三世流转的生命 进化成究竟圆满的生命 那么这个就是心菩萨道 所以第一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在世间法当中 我们就随时要去注意到止恶向善 多造一些善业 少造一些恶业 对不对 在世间法的过程 也等于在人天圣法当中 到第二步的 再进一步呢 他这就是初世法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三圣共法 这个第一个部分 其实是五圣共法 人天生文菩萨 还有圆觉是不是都要如此啊 我们总不愿意这个 从人道而堕到下面去啊 对不对 起码保持人道之上 所以第一个呢 其实就是 就是属于人天圣法 也就是五圣共法 第二个呢 界定会 这些是会帮助我们处理啊 就是所谓的三圣共法 又叫做生文法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菩萨法 能够释出释入而无碍 才可能转为什么 究竟圆满的生命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成佛 就是所谓的成佛 所以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其实随时都会出现 后面也都会讲到 都有这样子的三个阶段啊 从五圣共法到什么 三圣共法到大圣不共法 好 那么我们进入第四章 第三章 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 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 那么 在我们的讲义里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说明 我们宇宙人生间的 事事物物当中 心是占着什么 领导的作用 都是由心来领导这一切的 好 那么 何谓一切法 所谓的一切法就是 一切的事理 还有一切的什么 事物 理则呢 比较看不见 事物现象是比较看得见的 就好像好比说 我们要办一个活动 或者办一个比赛好了 这个比赛到底要怎么比赛法 是不是要去制定它的比赛规则啊 游戏规则 那这游戏规则它可能透过语言文字 来定出它的一个什么 原则性 当我们定出这原则性 它是不是自然就会展现出那个比赛的现象啊 对不对 所以理则的部分它比较深沉 就好像篮球比赛有篮球比赛的规则 棒球比赛有棒球比赛的规则 所以形成出来的那个篮球比赛或棒球比赛的现象 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那么也才能够去分辨说 到底是甲方赢还是乙方赢 对方赢 是不是 那这些都是先透过规则之后 形成出什么 现象来 所以呢 以事理来讲理则上比较看不见 但是它存在不存在啊 存在的 就像我们的真理法则一样 真理法则其实是存在的 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什么 千变万化 瞬息万变的什么 外相 我们如果搞不清楚 它的这个真理法则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 在宇宙人生间 我们是不是就是糊涂的啊 也因为糊涂 所以我们就会 这个胡乱的执着 对不对 然后就痛苦烦恼不已 造作恶业轮回生死 而不断 没有尽头的 那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真理法则的话 那这一切现象 我们是不是就了然自知啊 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去耕耘 怎么去收获嘛 该做的是什么 不该做的是什么 所以 一切事理 一切事物 还有呢 事事物的法则啦 条理啊 凡事成为我们所认识的对象 都是我们理解到的这一切 都叫做一切法 所以几乎无所不包 无所不容 包括所有的一切法相跟什么 法性 理则的部分属于性 现象的部分呢 属于事事物物 对不对 这些呢 就是说 属于法相跟法性的这一切都叫做什么 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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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心呢 我们的心呢 又叫做意 也叫做事 那我们这个以为是说把它放大说 这整个叫做心 其实它都还有深浅的问题 最深的才叫做心 上面叫做意 上面 再上面叫做事 心意 事 是 我们讲的这个心 是 是其实是最浅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是呢 也等于是我们的情绪 情绪化的这个部分 所以意呢它深 心呢更深 心它是一个这个集合记录所有的一切的地方 所以笼统的整个叫做这个叫做心 要去分析它的话 其实都还有深浅的问题 都还有深浅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都是我们自己所能够感觉 感觉到的一些精神的作用 所以会有 也会有我们比较容易察觉的部分 我们第六意识的这个记忆想象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察觉啊 一些经验的累积 我记得去年怎么样怎么样 我记得十年前如何如何 这是什么 这是第六意识 事的记忆 但是呢更深细细微的心事呢 那么在第七第八一识里头 在第七第八识里头 所以我们说这个心 是这所有一切法的什么 主宰者 那一切法就包括所有的一切 无所不包 无所不容 不管看得见 看不见的 是不是都包括在里头啊 我们不能只有相信看得见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 我们以人类来讲 我们看的那个 那个波长也是有个限制啊 我们所听到的频率是不是有个限制啊 那这个之外是不是还有东西啊 还有啊 乃至于说我们说 啊现象看得见 事理我们不见得看得见 但是我们却要去怎样看透 对不对 真理法则 好所以会有属于禁止的类别的一个看法 那所相对的就是所谓的激动的相关性的看法 那一般来讲的话 大概都是透过什么呢 禁止的类别式的看法 好 所以呢会有综合的分类 在我们第六页的这个讲义啊 有时候要讲快点讲讲义比较快 他已经提炼浓缩出来 那比方 属于禁止的就是他用综合式的还有什么 分析式的方式 以综合来讲就是有情众生跟什么 无情的气世界 一个是有情式的一个是没有情式 所以凡有精神作用 有自觉作用的都叫做有情 凡无精神作用 无自觉作用的就叫做无情 所以无情呢是整个的气世界 这个是从综合的来看 有情式跟没有情式 分析来看呢 那就是把它分成物质体的跟什么 心式的 所以以物质分析到最细的就叫极为 如何的变成极为呢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想象的 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是看不见的 就算是物质也不见得万样看得到 比方一个东西是这个大小 我们把它切一半 它是不是就少了一半 再一半 多么小 再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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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无限的一半啊 无限的一半一直到无限的一半 那简直已经画不出来了是不是 那我们就想象到小小小小小小小到最小的程度叫做极为 那这极为的东西呢 存在不存在它是存在的 那以这个阿别达摩这个论点上面讲说 这种极为是看不到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到看到的程度 起码要七个极为以上 集合起来 因为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眼 我们的这个眼视 我们的眼根有限啊 粗糙的东西比较看得到啊 当然我们现在说 透过科学显微镜啊 什么科学文明的进步 甚至呢 我常讲说 好几年前在台中自然科学博馆 透过四万倍 两万倍四万倍 八万倍的那个 那个电子显微镜去看到这个 花的 里头的纤维里面的世界 糖 盐 哦 里面的世界那简直丰富的不得了 哦 看了半天我说 看到了什么 圆起信空的道理 哦 真的叹为观止 佛说世界 极非世界 世明世界 佛陀他所看到的世界就如同 就像那个电子显微镜一样 因为佛陀早就已经超越了这个肉眼 肉眼是有限的啊 是不是 我们肉眼看到的世界跟什么 天眼看到的世界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跟什么 慧眼看到的 跟法眼看到的 跟佛眼看到的世界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们从今天画的这个直线的图也可以 因为高度不一样 它的细微的程度就不一样 高度不同 站的越高 什么看的越广啊 它的差别性越少 平等性越清楚 平等的感受越清楚 那么它的那种去观察到细微的部分呢 它能够越观越细 所以佛陀所见到的世界跟菩萨见到的世界 跟身文元学见到的世界 跟我们凡夫众生见到的世界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佛说的世界极非世界 的这个非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性空的缘故 世界性空才能够各线不同的世界啊 是不是这样子 同样是凡夫都还不一样的世界啊 是不是 三天听下来体会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各线不同的世界啊 也是喔 所以呢 这些都透过 所以我们说佛说世界极非世界 世民世界 所谓的世界也不过只是名称罢了啊 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有自己圆起的一个世界 原生出来的世界 我们看到的不过就是一个什么 原生的世界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原生世界会不会圆灭 一样会圆灭 会圆灭 为什么会圆生圆灭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世界 因为性空的缘故 所以说非世界 极非世界的这个非 就是在讲什么 法性空会的这个空字 对不对 不过只是名称罢了 叫做性空为名系啊 所以呢 我们说可以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待 也可以从什么 心事的角度来看待 以心事来讲的话 有八个心王 是不是 有五十一个心所 种种的这些呢 都可以去怎样做分析 尤其我们说为事善于分析 他是可以切割的 为什么可以切割 因为他讲一切的现象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可以从左面右面 可以从上面下面 可以从前面后面 是不是都有不同的 对一个人来看 是不是也有不同的那个角度啊 可以去做很多的切割 做很多的分析 所以为事来讲呢 善于分析 所以呢 但是这些都还是属于禁止的 我们说其实还有什么 叫做机动式的 相关性的看法 那如何机动性的呢 就是说 所谓的物质跟精神呢 他不是各自独立的 他是不是之间都相互相辅相成啊 相生相灭啊 那么也就是说 这里说 世元明色明色元世啊 十二因缘法当中 每一个因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 都是互相有关联的 都是相互有关联的 所以呢 叫做相关性的一个看法 而且它是机动性的看法 它是动态的 所以我觉得佛法它最可贵 因缘法的最可贵它是属于什么 就是属于这种机动性 而相关性的看法 这才更合乎我们看到的世界 理解的世界 那这样子的一个法则呢 其实来自于元起信空的法则 所以这里也讲到说 精神与物质不但相互依存 而且它是以精神为主导 它这个是不是相关 而且是机动的啊 它的这个机动 是不是由心来做主导的啊 其实是透过心来主导的 所以它是属于机动性的 而是相关联性的 所以说意为前导啊 世源明色 是世来带领着明色 那三界为心万法为世嘛 这是大家经常讲的 都是由心由世所造出来的这些世界 所以我们说是由心世来主导这什么 一切法 所以第二节就是心为切法的一些要因啊 因为所有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依着什么 各种因素的关系才能存在 才能够怎样 陷起 所谓的陷起它是透过圆的什么 相生 原生 但是呢 我们说一旦原生是不是也 在原生的过程有没有圆灭的倾向啊 还是有 嗯 还是有 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机动性的啊 也是相关性的 尤其呢 有心 因为我们有执着 我们就会想要去原生 所以我们说每次的选举 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原生的那个力量 缘起的法则 每一个那个选举人啊 他是不是一直不断的要去原生出他 当选的那个因缘啊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原生呢 在过程当中 他原灭的力量更大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原生不起来啊 他就落选 对不对 他原生的力量 大过他原灭的力量 他是不是就有机会原生起来 他就当选嘛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原生的力量更大 原灭的力量小一点 但是我们说原生之后 一定还是会有原灭的倾向 其实原灭的倾向是随时随地都在原灭的 其实是随时随地的 只是不过就是可能 就是说主要是透过我们的心去 去造作他去把他怎样原生出来 但是没有一个不原灭的 他都会是原灭的 所以呢这里说 有种种因缘当中 有特别重要不能或缺的就是心 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生的因素 所以一切法医事而怎样安利 所以我们说心跟外境之间呢 他有着因果不相离的关系 心如果能够变化的话 外境也会跟着变化 所以这个也就是由心来转静 而不要由静来转性 希望我们是什么 统一的身心 而不是身心的统一而已 是不是 就是我们应该要把心变成是一个主动性的 虽然不是用心来主宰这一切 但是我们心的那个主导性 是不是会强一点啊 要善用这个部分 而多怎样 这个生善止恶 多造一些什么 善的因缘 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